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某年某月以后 仿佛身边的雪尖口 冬雨里竟紧压离手 仍然是战斗 某年某月远走 却等到这天 回首一切作业的 拥抱越长久 越角飘近 像黄色布架 我总是觉得 你们老板有点东西的 那我不否认 我是对他有好感的 他有老婆的嘛 那又怎样 那我怎样可以找到你 我去到会计部找到我 会计部 小姐 你好 我叫蔡芷姜 在做公司工作 爸爸 虽然我不是入了公司很久 但我觉得瘟事很有趣 很有趣? 瘟事就像一个大家庭 瘟老板就像我们家长 那不是多好? 反而我觉得这样的情况 做事会不会有点局限? 怎会呢? 你看看现在瘟事发展得这么好 哪里会有问题 我不是说有问题 不过我总是觉得怪怪的 我觉得一间大公司 应该有完善的制度 那会好些 你说的那些东西 我完全不明白 我只是知道 七哥将瘟事由这么小间 搞到这么大间 但他的方法一定没有问题 我不说他有问题 不过如果瘟事不是这样 可能他的发展会更大 大件事… 有什么事? 在这里 我在片场上听到些东西 听到什么? 他们说有人想造反 可能是你炒那个赵经理 搞鬼 那个人搞什么样子 我用怕他? 不是 他们说得好像很神秘 还说是大件事 会不会是那个赵经理不训气 想搞些东西 他连拖那只鸡也没力 搞什么就出样子 何况那时候有我维持治安 用不着怕他? 那我的事就告诉你了 你出去怎么做是你的事 我回房了 你哪里? 有了 赵先生 你倆找我? 是 有什么事? 没有 我有個帳號陰晨三個月 還沒人清回給我們 讓學生給我們搞完而已 你們臨時醫院的帳號 我們已經清光了 但學生的帳號還在 我們公司也是 這些帳號應該是之前趙先生跟開的 我們公司已經出帳號了 為何你們還有那麼多帳號 但學生我們還沒人收到趙先生的帳號 你們先等等 來吧 或者你們看看吧 這件事應該是你們公司丟了印 簽了名字的 數字應該已經收了 學生,這些簽名不是公司同時簽的 是否有甚麼問題 可能真的有些問題 我不知道為何公司有甚麼問題 是呀,但我的事是做了,錢是肯收的 學生是怎樣的,我不是清一條帳號才搞定 小事而已 是呀,查了一個製片部經理 外面依然不知道發生甚麼事才會你說話 說真的,他也搞得甚麼出樣子 我也是這樣想 你可不是那些老傢伙等待會兒沒事做,在那裡說就說 有需要的就再找人了解清楚發生甚麼事 這次大件事,甚麼事 剛才中聯和新星兩間公司要臨機頭上來吵 我們公司有幾個月的數字還沒清 我查過這單據,全部都是趙經理根案 你意思即是說,趙經理吞一筆帳號 出事了,還用甚麼想 一定是他,我早就說這件事不是那麼簡單 今天又怎樣?要去報警吧 你有沒有聯絡過他? 還找到他嗎? 拿到這麼大筆錢,我叫他,我也要走路了 現在他們要我們儘快清一條帳號 錢是少,但這件事一定要搞清楚 那如果他們上來,我怎麼跟他們說呢? 照樣跟他們說,說會報警,交給警方處理 這樣說行不行? 你行的,你一向見慣大場面的 如果真的不行,叫他上來找我 我都沒見過惡人 也好 喂,我們差不多時間要走了 去哪裡? 今晚我們慈善首映的 是啊,差不多了 等我吧,我把衣服換好 走吧 等我一會吧,很快的 哇C 我都不是一軍程 我在哪都搞的 股 disfr noget 我都搞的 我那現成的 你怎麼搞的? 外面的衣服也沒得這麼高興 寫字樓而已, 不用這麼誇張 我真的不知道我老婆 何時進去幫我收拾東西 但我永遠都能給我一個經歷 知道了, 知道你幸福了 你娶了老婆, 真是收拾 老實說, 好的女人大半醉 如果大家來試講一句 有朝一天阿嫂被人叫了 我猜你真是不知道怎麼辦 你說得對, 我真是不知道怎麼辦 喂?我是 怎麼會這樣? 那好吧, 我馬上來了 我真的很不明白 阿贏的病一直都沒好過 三天不說兩天就說見不舒服 出入醫院這麼多次都不知道是甚麼病 我總是覺得不是那麼簡單 有機會問清楚醫生, 別再拖下去了 醫生, 我太太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她沒甚麼大礙 你多休息一下 麻煩你 醫生, 阿贏的 醫生, 等我再拖下去了 我等你 醫生 一會兒你走了嗎?我想和你聊兩句 哦, 沒問題 謝謝你 謝謝 你們醫生很忙的 你不要再拖著我, 行不行嗎? 我想關心你 要你多點現在的情況,行不行? 整天你無緣無故在公司拿著跑回來 你知不知道我不可樂嗎? 做人爸爸,不得不緊張 童小姐,你來找溫先生嗎? 是的,溫先生已經去了 你去孤兒院籌款的慈善手藝 不是,醫院打電話來 說溫太太不知甚麼事 我溫先生馬上去了醫院 醫生,其實我太太有甚麼事? 她的氣管藥,容易感染 你之前不是這樣跟我說的 如果我太太的氣管真的有問題 她的病情不會那麼嚴重 我看見她很辛苦,是不是出現了問題? 溫先生,我們也要尊重別人的決定 你今天是甚麼意思?有事瞞著我 醫生,她是我太太 我關心她的健康是正常的 如果你們真的有事瞞著我 似乎很不應該 溫先生,還是讓我跟溫太太聊一下吧 不要浪費時間 我現在要你們有甚麼事 我都有坦白告訴我 溫太太他患的是肺癌 肺癌? 其實溫太 Orange應該是應該接受點點 不過他不想影響我的胎 又不想你擔心 所以他才去懲戀到現在 你知她有病 溫先生, 你又不醫他又不跟我說 你怎麼做醫生的? 我要過你, 我要過你的釘牌 溫先生, 請你冷靜點 你做醫生的 知道他的病情這麼嚴重 還拖到現在, 你叫我怎麼冷靜 溫先生, 我們始終也有尊重病人的決定 我現在沒話跟你說 對不起 你現在的心情, 我很明白 醫生 我現在很希望你坦白跟我說清楚 我太太的病情, 或不樂觀 其實我很難說 不過, 如果溫太太願意接受治療 就一定有希望 我太太肯定了 但是, 我太太想得到了 不, Beau,你小心 你們已經頂大了 如果呢, 我提到你 好 跟他們說 一陣間的酒影我不會出現 來 進來 我還以為你走了 好 為甚麼你要這麼辛苦 你不應該這麼辛苦, 知道嗎 為甚麼你這麼傻不告訴我 為甚麼你要瞞著我 對不起 對不起 我真的沒用 到這個時候還要你這麼擔心 你別再說這種話了 你說我做的事已經實在太多了 這麼大的事你怎麼可以一個人去面對 你怎麼可以 知道嗎 我這次真的不能選 甚麼不能選 為甚麼不能選 為甚麼不能選 我們以後還在要寶寶 我知道 但你知道嗎 我不可以沒有你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聽到你這麼說 我已經很開心很滿足 阿瑩 阿瑩 不如這樣 我跟醫生收樓下 安排你的手術 不要 你這個寶寶 我真的很想把你收出來 阿瑩 我們要寶寶 阿瑩 總共都可以要的 就算這次我真的很幸運 可以治好好的病 但你知不知道 我年紀不小了 還怎麼會說有是有 我不介意 因為你現在已經有個兒子 所以不用這麼緊張 但他始終不是你的骨肉 但我錯過這麼久沒介意過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介意 我看你對忠寶這麼好 我真的很安慰 那就可以了 月婷, 不要再自己騙自己 癌症是絕症 哪有得去治療 不行, 真的不可以 現在 你還想見到我, 是不是 如果你堅持要我下去 我會馬上走 我去其他地方 把孩子生出來 讓你以後都見不到我 承認 你聽我說 這樣還不值得 為了你所做的事 到目前為止我真的沒有後悔過 一切一切都是值得的 但是我接受不了 你聽我說一下, 好不好 你讓我臨走之前 為你做最後一件事, 好不好 這樣我會讓我安樂一點 月婷, 不要讓我去的時候離開你 真棒 你讓我 vendors來 我來頂來 我讓你和我為你 沒有 talents 我真是有些人 你讓我回家 我讓我來 你走了嗎? 是 你沒事吧? 你怎麼會來? 我探溫太太 你臉色這麼難看, 你不舒服嗎? 對你有甚麼事? 我沒事, 你有心 對, 溫太太在睡覺吧? 我想你不要騷擾她 當我多事了, 你們吵架嗎? 對不起, 讓我靜一下 你不想找人陪伴嗎? 我現在有空, 心情不好 不要再一個人亂想事, 那就更糟了 我現在甚麼人都不想見 你不要再煩著我, 讓我靜一下, 行不行 你讓我臨走之前 為你做最後一件事好不好 你不要讓我落地 你不要讓我去這個時候離開你 你不要走 你不想要走 我已經走 你就是你 你太離譜了 你這麼早起床不再睡一會嗎? 你怎麼了?很可愛 是不是真的沒事發生過? 好了, 之前所有的事其實只是一場渴望 剛才我紮醒的時候真的有這種感覺 我都可以看得開了, 你還看不開嗎? 我知道你是懷著想, 不想讓我這麼擔心 不過我真的不想你搞自己這麼辛苦 我都告訴過自己其實沒事發生過 只是一場惡夢, 我希望你可以幫到我 不要當是一件很難接受的事, 好嗎? 我未必可以做得到 那你嘗試記住, 剛才你一走出來 第一眼看到我的感覺 你都會以為真的發了一場惡夢, 是嗎? 其實我就是這麼簡單 我會盡力的 盈, 幫我進去吃點東西 對… 溫先生, 要不要再和您開一點酒 好 是了, 要不要通知阿夢說您來了 我想不用 現在還不想見我, 你太棒了 馬經理, 讓我招呼溫先生 好, 大家慢慢談吧 信不信我會看照片 我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你多了 看你的唐眉 今天一定有很多心事 我想不懂看照片的都應該看得出來 那就很大件事 你們這些經常要做大生意的人 是否應該喜怒不形於星 現在連我都看得出來 問題應該很嚴重口 你不懂做事嗎 還要發困難 想打發我走嗎 溫先生,你要的就走 好 看我能不能幫你 我想一個人靜一下 如果你不介意 我還想怎樣唱一首歌 那就是對不起,我幫不了你 你不肯唱 和我一起的朋友 如果我知道他有事 我不會讓他一個人靜 免得給他機會 他自己更加不開心 這樣也可以 我有時候可以很煩 我還以為你自己不知道 當你有事的時候 如果你連一個肯煩你的朋友都沒有 那時候你更煩 那我現在是否應該要很開心 當然 有我這個能歌羨舞 又會跟別人開心的朋友 你去哪裡找 你有心事的樣子 耐看一點 比你笑起上來有皺紋的樣子 我真的想去唱歌 這次不論你怎樣唱 我自己拿主意 我唱一首更開心的歌 讓你輕鬆一下 讓你輕鬆一下 說甚麼 說給我聽你有甚麼心事 你知道嗎 我又會哄人 又會安慰人 又是一個很好的聽眾 如果你想說給我聽 我會很樂意聽你說的 如果我還是不想說 那就別說 我不是真的這麼八卦 真的不說 你又說你自己不是這麼八卦 那算了 其實我告訴你 你是幫不了我 那我沒甚麼必要罰到你 我只是想知道 我沒打算幫你 所以你不會煩到我 那我就更加不應該告訴你 原來你是這樣的人 跟你做朋友很有問題 你現在才知道嗎 太遲了 我沒事的 你放心 現在有事的是你 你不用安慰我 你不用安慰我 我不是說你 我不是說我 我不是說我 你不是說我 你別人 那這裡是永樂街三十六號五樓前座 這裡是五樓,但是沒有這個人 但是我朋友寄了一封信的地址 是這樣寫的 不好意思,我幫不了你 小姐 又怎樣? 請問你在這裡住了多久? 關你甚麼事? 我沒有其他意思 我只是想知道我朋友 不知道你以前有沒有在這裡住過 我就是在這裡住了很久 對了,你這位朋友以前是否在這裡住過 我真的不知道 那好吧,謝謝你 怎麼樣?還在找嗎? 是呀,剛才真不好意思,打擾了 你找那個是不是你女朋友? 是呀 還找不到她? 我從街頭找到街尾 是呀,我問問所有的人 她都知道這個地址 但是不認識你的人 對不起,不要介意我這麼說 會不會是你那個朋友 根本不想你找到她呢? 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再見 你去哪裡?要不要我當你? 會不會阻礙你? 你還沒告訴我,你去哪裡? 我是鑽石山 是純路而已 不好意思,我沒有帶錢 不要緊,上車 香港這幾年真的變了很多 你是在其他地方回來的? 是呀,上個星期日本讀書回來 我還不知道你的貴姓 雷翁 程家豪 你好 你好 你和你女朋友在日本讀書 如果你不想回答我,你可以不回答我 不要緊,我們在日本認識 他也是日本讀書 工作 那為甚麼會分開呢? 不好意思,我真是八卦得有點過份 不要緊 是因為家人不喜歡我和他在一起 為甚麼? 他們說他做了一份工作,不是不正經我 但是你自己就一點都不介意 怎會介意 兩個人在一起說感情,不是說背景 你這次回來找他 你不怕你家人不喜歡嗎? 以前讀書是為了聽他說的 但現在回來我可以自立 我可以做我自己應該要做的事 你們分開了多久? 三年 三年都沒有回來找過他嗎?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喜歡這個人 誰都應該回來看看他 我沒有錢 我差不多到 我自己付錢給你 算了 不行的,不可以算數 那好,你知道我家住在哪 我知道,但是走到你家裡不會太疼突 不如這樣吧,給你電話給我 我來之前看看給你 好 你知不知道以前的人怎麼生夫 怎樣 我做一次 要不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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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你試試做一次 這樣 對呀… 你來… 快點… 快點… 過來 甚麼事 我有我給你 遲些才行嗎 遲?遲到甚麼時候 你這個人,拖得拖 我豈不是連顏色都賞給你 那我現在真的沒有 沒有是吧 看過 你又來 不要 這裡這麼多人見到 有沒有好呢 有呀… 神叔 最多就拿去吧 我一定拿去 你還不就走 真是… 你真是… 當我怕你了 你又打了,不要再煩我了 你真是… 不好意思 仇小姐 來,我幫你 謝謝 仇小姐 我們又再見面了 我要上課了,下次再談 仇小姐 我知道大會堂有個書展 還有兩天就完了 我又不想自己一個人去看 我想你… 不知道有沒有興趣跟我一起去 那那個書展還有兩天就完了嗎 是啊 如果你有時間的 不如我跟你一起去看 明天下午三點鐘 三點鐘有工作 不如早點,十二點 這樣嗎 你不行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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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明天十二點鐘 好 十二點鐘,大會堂無口見 好 那明天見 我要上課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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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的衣服拿出來搞什麼 大哥 想不到你跟我身材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是啊,真的 轉個圈看看 差一點… 差兩寸 兩寸? 不是的 高度啊 大哥,這樣會耍我 說實話我穿起你這套衣服 認不認 認 我的衣服放在誰身上都那麼認 那我就拿這套 你拿不是問題 那你跟誰出去才行 那要看值不值 跟一個朋友 朋友? 女生來的 真是你看她的樣子 不是一個好女生 而且還很有修養 你怎麼知道的 你說吧 怎麼認識的 我本來也打算武行的 誰知道她肯答應跟我去街 大哥,你明白嗎 大哥,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 因為我也認識了一個女生 是嗎? 是呀 怎麼形容呢 她就… 臉圓圓 眼大大 有一張發光的長頭髮 很漂亮 怎麼這麼巧 跟我女兒差不多 是呀 我那個還會彈一點點 很漂亮的鋼琴 話說回來,我那個也會 這麼巧 那不是啦 那叫他們兩個出來 彈給我兩個聽也好 絕對要 那好吧,我去躺衣服 你穿得帥一點 不要拍衰我 你覺得我這樣帥不帥? 帥 帥,不過換我的頭會比較帥 你又耍我,你捏死你 你捏死你 謝謝,給我一支紅豆薯條 謝謝 你這裡的紅豆薯條很好吃 我是不是多一支? 不用了 就下班了 好 麻煩你給我一支紅豆薯條 叔叔 再給我一支紅豆薯條 謝謝你 好 謝謝 謝謝 對不起 你來了嗎?不要緊,可以走了 不如讓他先吃飯吧 不要緊,我都說可以走了 不說你不信 這支薯條原本是你的 這種薯條好像是倆人一起吃的 是呀,我跟他說過了 我雪糕佬說只有孖條 我叫他挺好吃 他又說要下班 那就買一支給你 我不吃薯條的 那我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這些薯條 熔得特別快 我看你還沒到 就先吃一半等著你 好 那個雪糕佬明明說走了 有沒有搞錯 說走又不走 對了 我想你不會吃的吧 真是好 又哄到你笑 真是沒辦法 我打算扮回斯文也不行 其實大家做朋友 不需要扮甚麼 做事件 那如果下次我還約你 你願意出來 我會知道怎麼做 走吧 那那些薯條 看來你不相信進去之前 我吃光給你看 走吧 好 那這次這隻好世界 我已經俯了它很久了 這個路程正確,綠花樓,一定會選擇 我看好這個,丁材兩旺 丁材兩旺,好 媽 這個魚的家用 當然了,難道還沒來來給你錢嗎 大包餵 量定就算了,大包餵 如果還餐餐吃芽菜,我真的會翻臉 說不定餐餐大魚大肉,魚刺狼牛,那行了吧 你不是這樣吧 他真的登上尋人廣告 甚麼?尋甚麼人 上次上來找江淑玲那個男人 關我們甚麼事 看看 這個男人真是挺長情的 男人怎麼會長情的 你以為他不知道那個女人有不遺產嗎 但我覺得程三不像是這種人 不過無論如何也好 也不關我們事 我明天早上還要上課 我現在先去睡 麻煩各位,別這麼吵 麻煩…晚安… 晚安… 難怪… 第三場選甚麼 晚安… 晚安… 先喝東西 麻煩 音響搞定了,就可以開始錄音了 究竟你是緊張 就想起剛才的事 不知道那個男生會找到他女朋友 一個摸錯門的男人 會令你這麼有興趣 你沒有好奇心的嗎 我就比較到女人有好奇一點 你信不信有個男生等了女朋友六年 到現在還是這麼想念他 還是這麼想見他 那就去看看是甚麼女人 有分別的嗎 有,如果是值得等的就長情 不值得等的就是笨蛋 那我寧願相信這個世界上 有長情的男人嗎 有的,就在你面前 你別每次都爭取型 我常常有機會認識多幾個 其實你跟別人認識不夠幾個小時 那你怎麼知道別人的感情有多深 別人之前發生過甚麼問題 可能那個男人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好的 但我肯定一件事就是時間 不可以讓一個人去忘記另一個人 要記得一個人不是那麼難的 例如那個女生 加了那個男人一大筆錢,就老了 我覺得應該跟錢銀沒有關係 又例如那個男人吃了另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跟他翻臉,然後走了 她的樣子又不像 為甚麼她女朋友會失蹤呢 這個問題是很棘手的 那要不要取消今天的錄音 讓你查清楚這案子 你不用這麼說話嗎 我是老闆,我不可以這麼說話 行…我現在開工 對不起… 仇小姐… 仇小姐… 甚麼事 你又來工作嗎 是 你現在走了 是 教大人彈琴是不是很煩的 是 其實我對彈琴也很興趣 不過我小時候沒機會學 不知道現在學會不會太遲 如果你當興趣的話,不會太遲 仇小姐,不知道有沒有時間 多收一個學生 我想我沒有時間 你這麼有空 我沒有,我都差不多走了 大哥,原來你真的在這裡 老闆小姐在找你 甚麼事 他說不知道甚麼 那些數字出了問題 還說可能有人虧空公盤 這麼大的事? 我不妨礙你們了 老闆在哪裡? 在你們會計步 我去看看 謝謝 仇小姐 你呢?做得好嗎? 你是不是覺得我們不太相似 甚麼? 不相似兩兄弟 也不是 你是不是想說 我們也是一樣煩的 他犯人是這樣的 你不要怪他 我知道的 上天很公平的 他讀書比我厲害 不過這樣 他沒有我這麼說 頭省,美知情識趣 我剛剛還想說 說你大哥沒有你那麼煩 要不是我出手相助 你很久都脫不了他身 你剛才騙他嗎? 就是這樣 我是說大部分都是事實 老爸的確找過他 不過虧空公款 這些東西 是我小小創作 你不怕他生氣你嗎? 傻瓜 兩兄弟的事哪有那麼多生氣 我去內褲都撈亂穿 感情還很好 那倒不錯 我剛才幫了你 你有沒有考慮一下報答我 甚麼? 例如我請你吃頓飯 最好看多一場戲 要你這麼破廢 好像是你會抖我多一點 這樣吧 不如我再請你去大會台吃雪條 看看怎樣 我不跟你聊了 我要走了 那好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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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志強 老爸根本沒有找我 說你早知道是很卑鄙 甚麼 仇小姐跟你是兩個世界的人 你知道嗎?兩個世界 你沒機會 那你又有機會嗎? 你說跟人聊甚麼 你剛才這樣煩住人 就當自己跟人好好聊 至少我又說 你呢?你說跟人聊甚麼 你說給我聽 你別管 起碼我跟他有說有笑 好像你 跟人在一起 只有你自己說自己笑 你喜歡扮臭 人家笑你而已 不是跟你有說有笑 你不要 你一個喜歡打頭 一個喜歡打胸口 你就是這樣做我翻臉嗎? 我就是來跟你翻臉 你瘋了 你瘋了 你裝得跟我說清楚 你走開 老闆 要你別生事 你看你這樣 你走開 回來嗎?怎麼這麼爛 對呀, 跟平時差不多 我抓到你了, 我聰明了 這麼聰明 快點坐 做甚麼事 坐 你今天好像很奇怪 我記得你好像很熟 是呀 已經長大了 應該找回女朋友 拖手吧 你怎麼知道 爸爸也做過你這樣的年紀 不是呀 我說你怎麼知道 我認識一個挺好的女孩子 好有甚麼用 要追得到才行 你又知道我追不到 你知道她是誰嗎 知道, 我當然知道 你大哥在追那個 爸爸, 這個世界沒甚麼是絕對的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的身份 人家是甚麼身份 配搭嗎 爸爸就不是阻止你認識女孩子 不過認識女孩子 也要認識身份、地位 跟自己的距離不要太遠 這樣才是門當戶對 才有幸福 那我豈不是很麻煩 我豈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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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下大排檔七嬸的女兒 她不是對你多好嗎 七嬸的女兒有湊湖 旁邊街上都問得到 爸爸 無論如何 總之你別追求你大哥 正在追求女孩子 如果大哥喜歡七嬸的女兒 那又如何 你也瘋了 你大哥怎麼會喜歡七嬸的女兒 爸爸 爸爸, 回來了 過來坐… 做兄弟騙手? 為何做甚麼? 做兄弟騙手很艱難嗎? 聽爸爸說 做兄弟不要為了追求女孩子 令大家不開心 知道嗎? 我剛才很詳細和阿強談過 他只是一時貪玩而已 他懂得怎麼做 爸爸 別開口 說真的, 我不是擔心甚麼 我只是仇小姐玩的 傻子 行了…他知道怎麼做了, 阿強 那好吧, 你說怎麼樣 是嗎?沒事的 我跟他說過了, 沒事的 進房間吧, 爸爸 大昌影公司的程老闆提亮 就簽合票 是呀, 阿童小姐找過你 叫你有時間給她一個電話 那她有沒有說出甚麼特別的事 沒有 行了, 你出去吧 好 來與去 來與去 情緒緊湊 始終看你看不夠 我的角色 如何被保留 是與非那些虛靠 明明有你 誰卻擁有 所以從未均靠 你的背影 應已在我身流走 我還是大同, 你不要 也沒有看見